高铁第二波减班上路了 结果却传出自由座的旅客爆满几道车门边 不过直击减班后的车厢状况 自由座的人潮并不多 自从疫情爆发后高铁运量崩跌 5月18号又减班 一次砍掉147个班次 预计实施到6月23号 有旅客某文抱怨 主要是星期一到星期四南下自由座调整为6车厢 而他傻傻的站在第八节 上车后才发现改了 结果大家全挤在第八节和第九节的车厢 也有网友感同身受留言说 车厢直接爆满 为什么不干脆7到12车就好了 其实疫情的关系 我们自己也降低搭乘次数了 所以没感觉 一个礼拜现在只做一两次 之前可能做四天到五天 高铁回应公司有适度调节部分车次的自由座车厢数 再加上近日平日下午4点到6点 班次平均载客率只有三成 未来会密切观察旅客的需求 进行滚动式的检讨 高铁减班 旅客等车的时间也跟着增加 如果碰上接触时段 人潮聚集越来越多 就怕变成防疫破口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